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树木高耸 仿佛是野地里的森林 在植物园里 有多达两千多种植物 其中有许多来自东南亚国家的热带植物 像是香料常见的江科植物 或是棕榈科的扇椰子 它们都是来自东南亚的代表性植物 而走在街头 沉串的金黄花朵 随风飘逸的阿伯勒 这种来自印度的热带畜种 不仅是许多台湾城市流行种植的行道树 同时也是泰国的菠花 印象中 大家对东南亚国家的植物认识 可能就是棕榈树或者阿伯勒 其实 还有不少东南亚植物品尝在台湾的角落 来到台中火车站附近的东协广场 每到假日 广场周围挤满了来台湾打拼的移工或是新住民 家住台中的东南亚植物专家黄瑞敏 带着我们认识东协广场的蔬果摊位 这一摊大概是东协广场这边最大的一个东南亚的菜摊 那早期其实大概在2010年之后才开始比较多小吃 然后一开始蔬菜香料是在超市杂货店里面 冰箱里面煎着卖 因为那时候很多是进口的 东协广场是王瑞敏寻宝的地方 他来到这里补下300次 为了认识东南亚的植物与蔬果 几乎跑遍全台各地有卖东南亚蔬果的地方 像是桃园火车站 台南火车站附近店家 而玉淮这种植物最先吸引他的目光 我感到兴趣的是这个东西 你看它这么长 那台中是有吃芋梗的文化 就我们吃芋头会吃芋梗 台语叫芋梗 但是台湾我们的芋头的芋梗 是不会这么长的 所以那时候我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就想说这个芋头不太对 所以我就开始找资料 然后就查到 这个我们台湾有比较正式的中文俗名 叫做大野芋 它可以长到非常巨大 它在中南半岛可以一片叶子 可以长到四公尺这么大 在台湾有很多卖越南河粉的店家 有不少人喜欢来品尝异国料理 更多的移工和新住民是来回味家乡味 这一道道的料理 有着东南亚植物与日常生活的故事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姜黄煎饼 或叫黄金蛋饼 也有叫做扇饼 那它是南越跟柬埔寨共有的料理 那它这个黄颜色就是姜黄的颜色 它有象征开枝善业的意思 所以它是家人团聚的时候会吃的一道料理 那南越会大量使用新鲜的香草 所以我们会看到这边有薄荷 有我们熟悉的九层塔 然后有香茹这种我们比较不熟悉的 那鱼心草台湾比较不会过去大概就是煮茶 比较不会生吃 但是在越南料理里面会生吃 然后会用这个米籽 就是我们做春卷 越南春卷的春卷皮 然后来包这些东西来吃 它这是比较道地的吃饭 吃吧 夹点菜夹点肉 酸酸甜甜甜 夏天吃不错 不仅是越南料理 台湾人爱吃的空心菜 也跟东南亚有关系 其实我们最熟悉的东南亚的蔬菜 就是空心菜 因为空心菜东南亚 食用的文化比我们还要丰富 我们就是这样炒 这样吃而已 它们会有其他的吃法 而且它们空心菜的品种很多 然后甚至它们会有把它 活丝做装饰的 各式各样 甚至北部都是吃很幼嫩的部分 这里就是我家顶楼的小的植物园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一棵 为了更方便研究 东南亚的植物与蔬果 王瑞敏的住家顶楼成了他的植物小天地 台中温和多日照的气候 东南亚植物在屋顶上长得绿意盎然 不到一年的时间 住家楼顶的阳台 充满了从各地搜集而来的各种树木 由于阳台再也放不下 于是他和好友借了一块大约80瓶左右的建地 走进隐藏在住宅区中的植物天地 他将来自不同地理区域的植物分门别类 美洲区马来群岛与菲律宾区印度与中南半岛区等分区种植 大部分都是树 然后有一些草本植物我还是会试着来这边栽培 因为是整个开放空间 然后我也会模拟热带雨林的样子 所以会把藤本植物啊 着生植物就直接种在树上 热带植物因为它真的相对比较怕冷 所以冬天的话一定要在早上 太阳刚起来的时候焦 刚起来的时候焦它温度会慢慢提高 这样比较不会冻伤 如果你在傍晚焦 那大概晚上它冻死的几率太高了 就我常常开玩笑说就是会感冒啊 植物也会感冒 由于台湾冬天多雨 照顾热带雨林植物一点都不轻松 可别小看这个温室 许多植物都是种子开始种起 历经发芽 长新叶 经过多年的照顾 长成高大的树木 叶子很大这个叫号角树 其实叶子这么巨大一定是要长在雨量很高的地方 这是中南美洲很常见的植物 从上面看 这一棵刚好可以看到它中空的 这个其实就是在亚马逊 就是蚂蚁会住在这个洞里面保护这个树 然后他们当地原住民知道它是中空的 所以会拿来做乐器 比如说号角啊 最常会叫号角树 它种子非常细小 钢发芽就是这么一咪咪而已 而且它长大的过程很有趣 你看看它现在叶子圆圆的 那臭豆其实是我一开始研究 会踏进研究东南亚植物的一个关键 因为我一开始去东斜广场就是为了找臭豆 那在找臭豆的过程我就发现了菜摊上面有很多我不认识的植物 然后就开始投入做研究 所以臭豆可以说是一个让我发现 东南亚原来已经引进了非常非常多植物到台湾来 一个契机 王瑞敏从臭豆的研究发现 东南亚国家的文化性差异很大 各国的料理风格也都差很多 泰国 印尼有吃臭豆的习惯 而越南的菜摊上则是看不到臭豆的踪影 随着东南亚新住民人口的不断增加 有些东南亚蔬果开始在台湾定居 甚至有人专门种植东南亚蔬果 来供给这个特殊的市场需求 这天的早晨 天微微的亮 来到桃园巴德附近的菜园 白头翁的鸣叫声 讲测田野 彭康林带我们走进规模不大的小菜园 一边采收着香兰的叶子 他们也是一样拿来煮 也有人生吃 还有就是煮稀饭 一些拿来炒也可以 起初彭康林利用家里附近的菜园角落 种植东南亚蔬菜香料 原本只是为了兴趣赠送清油品尝 种植之后种出了心得 采收完蔬菜就送到龙岡德中珍市场 这个市场不仅是龙岡地区的传统市场 还卖着许多其他地区罕见的 颠绵美食 东南亚食物 目前今天带的有十多样菜 都是自己种的 这样一把 一把多少 二十 二十 好 没那么大把 好 这个给你够吗 香酬让东南亚植物在台湾的土地上 落地生根 萌芽生长 不论是菜园的一角 或是市场蔬果摊 还是餐桌上的料理 都串起与东南亚的连结 从路边的行道树 再到王瑞敏的植物小天地 更让我们开启了对东南亚 东邪国家的植物世界 更多一些认识